谁该当副手呢 目前天望天后似乎都还没有让步的迹象 而对此呢 马总统是相当的在意 打算竞选连任 虽然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已经开始在内部进行沙盘推演 2012到底谁代表绿营角逐总统大位呢 总统府幕僚传出 马总统早就开始沙盘演练 第一组当然是蔡苏佩不管是人气还是民调都最高 是戒胜恐惧都是步步为营 因为这场选战绝对不是很轻松 政治人物很像天上的星星 好像在一起在舞台上 但是那个心理的距离可能几光年 蓝英不谓言有威胁 但蔡苏两人亡不见亡 心结又如星星距离好几光年 蔡苏佩配得成吗 配不成也没关系 第二组一样是蔡苏佩 人选换成苏佳全 蔡英文跟苏佳全配 是应该最符合蔡英文 她的目前的思维 理路世代交替 他们讲是给人家比较青春活力 这个有获利的感觉 我说我要对人家选出来的也不公平 我说我不要有点自台身价 当事人没把话说死 蓝绿也都看好黑鱼接班卡位 五度出身大台中赢得漂亮 再选2012 恐怕会让蓝英跨不过浊水溪的魔咒 往北蔓延 直接在台中煮起蓝绿的分水岭 第三组吕蔡佩 这组合蓝绿全都傻眼 副手都做了八年 吕秀莲不想再当配角 独派人士跟传出 万一吕秀莲没有通过党内初选 有可能找上前台的县长游青 或是高雄市长陈菊担任副手 青环绿三强鼎立 但天王天后们还是愿意坐下来谈 大卫怎么敲 似乎让隔山关虎斗的马英九 不敢掉以轻心 严谨新闻 张雪兰金发台本 政治观察经济间台股表现的